你说吧 他接过几次婚 哪有几次啊 人家没接过 不可能 这么大岁数没接过婚 你骗谁呢 真没接过 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一官官 这听说啊 就曾经才有过女朋友 但具体情况咱也不清楚 你这样 你跟他说一次性负九折 他肯定能让 现在谁买房啊 都出于观望期呢 你就不会牛一点吗 我 行行那你这儿不买了 赶紧回来 你得让他追着你 好 嗯嗯 我听你的 诶 你说这 肯定可是是 原来是喜欢这种 老的 爹型的这种 觉得特时尚这种感觉 你笑什么笑 性责特货 没有 这咱俩要分析这事吗 一个五十多岁人不结婚 肯定是有问题 这种人就分三种 要不然他是极度自我心 以自我为中心 根本扣不下别人 还有一种呢 那就是怪癖 根本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再有一种就是 受过刺激 一张被受咬 十年怕几生 反正不管哪一种 都是属于那种 人格扭曲 性责特责 我说极度 真不像 特色情的人 特色情常 怪癖 你看他没有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有时候 看看古书 对 喜欢研究哲学 这在我们旅游里头 那算末首最多的 按说看书 这不算怪癖 受过刺激 哎 这样就没有 没准过去是让 钱女友给甩了 然后心里就留下经营了 新婚都有了这么久了 那旧爱的阴影早该散了 这又不是严谨小说 爱的死去活来 那你说到底为什么 我问你 马盈水为什么没结过婚呢 没结过就是没结过呗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哎 他都这个岁数了 没结过婚 你跟他好了这么久了 不对他的前史了解一下吗 哎呦 什么前不前史的 原来有个女朋友 分了 有个女朋友 好过多久啊 为什么分的啊 什么时候分的 好过多久 他也是已经分了 那肯定是因为不合适呗 哪不合适啊 怎么不合适了 哎 我说你累不累啊 所有分到扬镳的人 不都是因为不合适吗 你跟我姐夫不就一样 我们俩 那是有原因的 性格不合思想差异大 对不对 不不不没那么复杂 非常简单 因为咱俩是冤家 还有在生孩子的这个事 你少给我扯这个啊 恶心不恶心 哎 是不是这个老马呀 就是他生的方面 不行 你有病吗 喂 姐夫 我是让你来评理的 不是让你来捣乱的 不是 我没讲话 你瞧你们俩 我吧 跟你们说实话 我来的路上 我早都做好 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我一 是打算当消防员的 你看 现在弄的吧 我还是那一 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小脸啊 马营水 如果真接过婚 生过孩子 这事啊 也就说得过去 现在什么都没有过 不正常 背后一定有眼睛 你啊 少在这儿瞎猜 我说 我是你姐 你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你就这岁数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 怎么说怎么说呗 是啊 我是幼稚 所以找些成熟的吗 石灵啊 那 三十岁就没有成熟的吗 四十岁就没有成熟的吗 为什么要找一个 土埋半截的人呢 说你自己的吧 胡乐义 你搭着桥签的馅 你负责解决 我 来 马营 哥 小蚩 我刚才算过了 跟你商量个事 再优惠我个 0.002个百分点怎么样 你也是 我 大眼 不对 您就是我亲大眼 您知道 这些0.002个点 意味着什么吗 是个什么概念 也就意味着 便宜了十六块钱 你现在点一泡鱼香肉丝 最便宜得十八块钱 我 我们这买房呢 马营 十六少啊 你看我这里的 穿的大背心没有 这在早市上 十六块钱 能买两件 他不是炒房地产的吗 炒了多少套房子了 八套 八套 他还跟你这说 是啊 那你们俩干嘛不住在他的房子里去 你说呀 他的房子都租出去了 租 和这八套房 没有一套是给自己买的 哎 这跟你有关系吗 哼 真行啊 哼 喂 哎水平啊 喂 你别生气了啊 大锅已经帮咱们把定时炸弹给拆除了 回头我再给你顾一个小时 行不行 我知道你在水灵那儿呢 我这就接你去啊 马上 有点眼力劲好不好 甚至干什么呢 走 哎呀 你俩都是吃什么 吃什么 我现在没经历跟他动劲啊 你呀 去找那个买个学去 啊 啊 什么你啊 啊 你去找找他呀 跟他好好谈谈 摸摸他的底 不是 我去合适吗 我去就合适 你说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 可货根是你埋的吧 就得你去根除 亏了水灵上姐夫长姐夫短的叫着你呢 你该负起责任来的时候就得负责任 我上辈子欠你们家的 没错 你办完这一单就什么都不欠了 你呀 告诉我 这件事办你得办 不办你得办 而且只能办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它发回老家去 要不然就 就把它发给别人 我发给谁呀 我 你的现任呢 有妹妹吧 就算没亲的 那也得有表的 糖的 认的都行 刘水平 你长新了吗 你 我当然长了 长也是黑新的 本来是红的 生让你们一个个给气黑的 知道不该来 来了准没好事 凭什么我负责 还剩技能 你别理我 糟老头 妈 妈 回来呢 哎 妈 我又给您买点润肠茶 我看您这没多少了 那卖茶那小姑娘说了 说呀老年人变秘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您得好好喝 那个注意点调理 坚持就行了啊 哎 来一 刚老好的汤 喝碗 哎呀 一进门我就闻着 肯定香 香就多喝两碗 妈 别跟我生气了 儿子不好 往后我注意 我没那个闲工夫 啊 这可是全看你媳妇的面上啊 对对对对对 那也回来了啊 我办下课了啊 我老长看子还没走啊 我让他搬过来的 非常时期嘛 你觉得怎么样啊 她听您呢 听您呢 哎呀 这是又给我醒了 这个警察呀 哎 哎 你害你了吧 你怎么把老太太弄得 服不贴贴的 把事实讲道理 道理我没少跟她讲了 她听不进去啊 哎呦 还是我媳妇太厉害了 以前小姨子事儿解决的怎么样啊 他呀 他 是什么 前小姨子啊 打电话来了 听着挺着急的 是吗 他能有什么事 小姑娘 再说了他这人家 没活忙来忙去的 没事 那小姑娘呢怎么样了 没有啊 小导游啊 不是让人告诉他吗 哎呀 新来的没有经验 客人可能就跟人家客人顶下来了 出去跟人陪你道歉说说没事 知道吗 人说呀 生个孩子傻三年 当然不是全部 你不不傻 你明明不傻吧 别人去把你当傻子 这够可怕的 我 你这我哪里得挺呢我 媳妇我你你别我我让 把衣服摘了吧 干了 你这我哪里得挺呢我 女人呐 女人呐可不能太有文化了 你干嘛 这不刚亮上吗 嘿 这是智慧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在八九折的基础上 他们又给了一个大礼包 看来啊 还是泥酒水平 哎呀 人呐 应激啊 我呀赶紧给你做饭你 你肯定饿了 超市没有晚上大折 我买两条鱼 特新鲜 敬住一下 哎哎哎 别忙活了 没胃 怎么了 大姐又在思想上折磨这个吗 我看是我把她给折磨了 不好 你想啊 大姐有孕在身 这样的 不好真的不好 还是让她折磨我吧 那是她自找的 你别人过得舒服 她不痛快呗 没错 大姐呀 还是为你好 我呀赶紧也给你做饭去 吃点鱼 吃一下 吃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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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鱼啊 没刺 特别好吃的地方叫骨当 您来这个 你说你哪可爱啊 我 我自个儿啊 没觉得自个儿有一点可爱的 那我可爱吗 你太可爱了 尤其是你一笑起来 特狂野 特辣 你那说话呀 特像 我们山西老家那 老陈醋的味道 有劲 老陈醋什么味儿啊 按北京话说就是 够劲 哎呀 我说水灵啊 我觉得大姐这件事呢 你千万别着急 给大姐点时间 你不了解她 只能她给别人时间 不能别人给她时间 我觉得大姐这么管你啊 就拿你啊 当成都自己的孩子了 你不说她 她是用心良苦 她有心良苦 她有心良苦 到最后苦的还不是咱俩 哎 哎 喂我说胡乐意啊 你给他打了没有啊 哦我知道了你得容我腾住功夫来啊 那过去几个小时了 马上就要睡觉了 赶紧给他打啊 我等你平革 我一会再给你打 啊好 烫着他 那个喝的时候千万小心别烫着啊 烫过吧 来来来来来 嗯 嗯 乐意 电话 哎哎哎 哎喂 你咋了嗎 打了是忙著的沒來記住說 回回回我再問 忙什麼忙啊 他跟小辰在一起的嗎 你說都這麼晚了那瞎忙什麼呢 我哪知道啊 你們倆到底是怎麼說的啊 你們約了嗎 什麼地方都談些什麼 你跟他說好了沒有啊啊 哎呀 我跟你說你聽明白了 咱裡就沒關係了我已經不跟你管了 我有我的作息 把這幾個字母的意思 明確給臉 怎麼了靖靖怎麼了 這沒拿吻沒燙著吧 你幹嘛呀 我還沒拿吻沒 你至於嗎 我以為傻了呢 你好 你所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太過分了你關機了你 你出來出來 別玩了 馬上兩分鐘就別玩啊 兩分鐘就別玩了 兩分鐘就別玩啦 哦 兩分鐘就別玩了 不玩了不玩了 不玩了不玩了 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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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殺人 殺殺人 你玩啊 啊 你什麼呀 你讓你等會兒 啊 能夠用那個 你先點 合作遊戲合作遊戲殺 對對打起來了往下 被他按著不放也說一下上點 都殺了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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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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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 站下 走了 我 我这苦口婆心 口开舌燥说了半天走了 这我这么好 啥也白喝了啊 请我吃饭 变餐可以吗 甭管吃什么 你出钱啊 别跟我玩你们的AA制啊 你等我上面那个 马上来往上 来那个啊 35岁 中学语文老师 可以吧 你看看这儿 看仔细点好不好 丧偶 能要吗 找未婚的 这么一大堆人了 哪有一个有八套房子的 我觉得水流可以 你甭听得瞎操心了 他整个就是 随身携带了一个ATM提可机 算了吧 我看储蓄所差不多 你说 那家伙有八套房子 全租出去了 现在还跟水流那挤着住呢 整块一个 只进不出 只进不出 那就是皮修呗 也是财人爷呀 挺好的 这家伙也罚套房子 我得卖多少身 才能卖出八套房子的 还想来什么呀 老板啊 我劝你啊 你要是对水流没内心 赶紧把腿就走 要是还想往一块靠 那就赶紧结婚 我还没跟你说呢 我就要当爹了 真的呀 那我得恭喜你呀 哥们 但是过来人 你听我一句劝 想要孩子 赶紧趁咋 可不能岁数大 不瞒你说 我等着 真是怀疑 我这身份都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这 我那种 全都成了傀儡了 好在是虚惊一场 你可不知道 当我拿着那个 高质量精子的化验蛋的时候 我这个高兴 好像人生的意义 都在这儿了 人生的意义 何至于此 更让我兴奋的事 当我听说 我媳妇已经怀孕了的时候 我这个乐爱呀 媳妇 你看 阳性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 大伯 这就说 确定你也怀什么样了 确定 我就要当爹了 确定 哎 哎 哎 结果结果结果 你说啊 活大半辈子 我从来就没这么乐过 我明白那种感觉 哎 你说这些照片 是不是都被PS过 能不被PS过 你说什么呀 连通通政策都有 哎 我从来想起来 我们健身房啊 刚来的一个 教街舞的教练 三十 五秒钟 六十 一水 什么的 说什么的你 这正牌的教练 水人都没看上 找个跳街舞的 你还不是找个跳脏舞的 人家好歹是正经的 体育学院毕业 体育学院有教授吗 负的也行 正的也行 月薪多少 有 管的正不正的 这我开玩 哎呀 哎呀 自打我这个 你别拦着我 你得让我喝 我不瞒你说 自打我老婆怀孕 我都没这么喝过 我得发泄出来 我想我这老婆怀上了 好日子就开始了啊 嘿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这功夫啊 我前妻也怀上了 我们俩拖的是同一个人 都是我小舅子 还到一个医院去检查去 检查这时候啊 就怕碰上 真是有缘的 弄着我媳妇吧 心里都很不爽 也是 一个都快当爹的人了 总为前妻的事忙活 你说这谁愿意 老弟 别那么沮丧 你想啊 心思上的家一横 就是幸福的幸 你呀 心善 这是产时的魔胆而已 哎呀 好好的日子 怎么就让我给过成这样 差二十岁 你说这样是有着下一代叫什么 这爷爷 不能够 叫爸爸 确实别 还下一代 我让他们俩撑不过这一礼拜 一张时间了 咱们说 哎 倒是大郭这回可真垮了 我跟你说一逗事啊 特别逗 小倩 从咱们这儿 小倩现在基本上 天天就往大郭那儿跑 谁垮了 大郭呀 小倩 小倩他 这段时间他 就是他了 不好吃 真是越想越不难 就这事就算了 你别那么优柔寡断的好不好 锅开来就是他了 要不你就让他那个挚爱的浅姐 再去跟姓马的谈一口 哎呀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还有什么用啊 这事就得我出吗 这事肯定没戏 真的 别人我不清楚 他们俩我还不知道 他们俩那点就情 进棺材都多少年了 没戏啊 是不是就情了 有啊 就成功了一半 你自己算了啊 我们从高中毕业到现在 这都多少时间了 是不是 他们俩现在铁的 就跟哥们一样 相互之间 早就不分泌荷尔蒙了 就算他们以前是干柴烈火 现在也是两块烂木 两块木头毕竟燃过一次吧 那由于缺氧 成了木炭了 可你现在稍给点火星 就像涮羊的那锅似的 一下就燃起来 什么你要愿意睡 哎 这两件链好 你刚才那意思 你跟你的就情 也是两块木炭 就等着人家纵火的吧 我们俩 是木渣 哎 你赶快给大伯打个电话 告诉他 就这周末啊 你不说没戏吗 我就要让你看看 不光有戏 而且还很精彩 快点 现在就打 那你先给他发个信息吧 喂 哎 怎么样啊 挺好的吗 挺好的 非常好 干嘛呢 又吃炸酱面呢 有什么事说吧 周末呀 我们想请大锅吃个饭 你一起过来吧 你们吃你们的呗 我没准周末还有事呢 哎呦 就一起吃个饭 能耽误你多大买卖呀 再说了 人家大锅这阵子 为咱们忙前忙后的 你得意思一下吧 哎呦 今来是老同学 你自己过来吧啊 别啰嗦了 那我带个人去吧 带谁啊 还有一个女的 带呗 那行 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我这还有客户呢啊 好了好了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啊 有辐射 再见 什么事 还以为你说码的水呢 哎呦你有点吃香好不好 别稀溜稀溜的行不行 吃面可不就这样吗 饿下 苗苗 来呀 送一套房 中午去看看 什么房啊 千万别是毛坯的 我可是认真的 没青春再陪他们玩过家家了 我送你的肯定不能是毛坯房啊 这绝对是精装的高级公寓 怎么高级啊 医生 医生够高级了吧 是吗 我跟你说 这个绝对是一贴身小药星 顺你意吧 太顺了 快说说 什么情况 我一高中同学 人特好 有车有房 就差一老 你还有这么一同学呢 我跟你说 甲基医院外家主任医师 这符合你条件吧 哪家医院的 离我们家远吗 不远 离你们家就一站 师父产 啊 妇科大夫啊 啊 嗯 这 这有点别扭吧 这有什么别扭的 你不就想找一医生吗 是啊 但 妇科医生和寿意 除外 妇科医生怎么了 你骑士妇科男大夫 你没准就是一男大夫接生的呢 真是 没有 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挺伟大的 真的 只不过就是伟大的 让人慎的 那你说 那你说这一男大夫 那你说这一男大夫 整天都 是吧 对他们来说 这女人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 她还 懂得怎么爱女人吗 懂 不是 你说她特懂 你想想 正因为她是干这个的 所以她更懂得怎么样去爱女人 去心疼一个女人 再说了 你找了她 那以后你生孩子也方便 哦 我跟她有了孩子 她帮我接生 对啊 专脸又帮别的女人去接生 这我可接受不了 苗苗 你怎么那么封建 我发现你真是 你啊 不能这样去看一个人 而且人家拎得清楚 哪个是病人 哪个是老婆 知道吗 这只是人家的工作而已 我告诉你 她人性格特别好 而且热爱生活 管她 你啊 肯定能跟她过在一块儿去 她这么好一人 你干嘛不自己留着 我们俩太熟了 上学那会儿 还有可能 现在早左胳膊碰右胳膊了 我们俩呀 才真叫是一点神秘感都没有 就这么定了 就吃个饭见个面 行就行 不行拉倒 行吗 就就就这样了 好了 我再忙 赶紧 你去吧 就这么定了 行谢谢过一次 没关系没关系 再见啊 再见 哎你们好 喂 哎水灵 怎么着 大姑 我周末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啊 不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不跟你说了啊 我这一带的事忙的啊 行就这么着 真行 一家的初董帮我忙 我自己来个 这个告诉你 您最好再做一个洋水穿刺 啊 做这个不准啊 是零产妇做一个台式删查就可以了 高零产妇一般都得穿刺 光做前面那个不保险 对啊 早知道还不如直接做洋水穿刺 不用了 我觉得挺好的 应该没问题 谢谢 洋水穿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让我做 知道 穿刺 就是拿根针 从我肚皮上扎进去 再抽点洋水出来 多可怕呀 这万一做不好呢 给我扎流产了怎么办 本来我没事呢 这样穿刺啊 那肯定能扎着宝宝头啊 那咱不能做 所以说你太不负责任 对了 哎 家里那一套一套的孕妻指南的DVD 都是给我买的 啊你就连看都不看上一样 说的真轻巧啊直接就做 啥人呢 我那不是人家大夫是那么说的 我听人大夫的吗 大夫那是怕担责任 反正所有的检查他都让你做 两个好处 一个是对医院有收入 再一个 那万一这有点什么事 他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对对对对 你说的有道理 还有 还有 唐室儿那是千分之一的干 我吕水瓶就那么幸远 非是这千分之一 哼开玩笑 就是啊 咱不可能种那个头材 是不是啊 不错 绝对不错 出现唐室综合症危险性 低于百二 二百七十分之一 危险性系 放心了 哎呦 这两天我在做梦 就是这个化验单 哎呦 我是又想知道又不敢知道 太好了 现在可以踏实了 就凭咱俩的基因 能删除唐室综合症的胎儿呢 我能够 就是 是 现在这个大石头 给你烙地了 这要是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还得做有什么穿寺 咱不用说那嘴 胡罗义 你干嘛呢 我整理他这泡 我把东西泡里去 哈哈哈 胡罗义 哎来来 走吧 来吧来吧来吧 我说 1分钟